大开剧团的新作品《再说再见2》 从演员真实经历出发 用他们人生中再见的故事当题材 大家一起集体创作 五个故事中有面临生死关头的歌舞剧演员 也有新手爸爸对人生的质疑 要让观众在一个又一个真实平凡的故事里面 好好的学习怎么说再见 原来 原来 喂 我从那天开始 我对我的人生就没有怀疑了 你不要 阿姨你不要 你干嘛 妹妹 你要记得 老爸绝不后悔生下来 老爸爱你了 比你老爸爱你 妹妹 老爸替自己跟 跟你说对不起 你干嘛 我说对不起 一个对人生有疑惑的新手老爸 有一天突然遇到多年后长大的女儿 要她选择是不是要重新开始人生 这是大开剧团《再说再见2》其中的一个故事 生命遇到怀疑的时候 要怎么说再见呢 所以其实人最难面对的是自己 那我们这次的作品里面 几乎有很多都是在跟自己做一些对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很勇敢的认识自己 而且我们正是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没关系 我们不要急 我们不要每件事情都那么急 说一定要跟她赶快说再见 当年因为剧团在台南演出 无法见到祖母过世前的最后一面 张丹伟不敢面对这件事情 于是刻意不跟她说再见 这个结一直埋在心底 多年后她从团圆的真实人生里面找故事 让他们在台上重说一次再见 开始了《再说再见》的系列创作 生命中有多少个再见 每个人有多少次说再见的机会 那为什么我们懂事说得不好 又喜欢搜集物品的小丑 当作整齣戏的串场人 整个舞台就是小丑的仓库 每个抽屉打开都收藏着一个物件 而每个物件都是一段回忆 做剧场演员又生了小孩 生活越来越辛苦 是要坚持理想继续下去 还是可以从头来过 选择变成科技大亨 过着奢华的人生 这些蛋白产有鬼 干什么人 我干人 打死我一打 我干 PS5 天啊 10k100就现实 不然你看 我到底花多少钱了 我会不会去见高年代啊 怎么办 我会不会付钱 来给你 嗯 唉 嗯 哎 血要回来一点慢 真的很慢 买东西吃 来快 来来来 八千万 我很怕 不是 我又怕 你有看过我和我吗 有啊 你跟他很深 他很妙齁 頭髮好像永遠長不到前面 永遠長那幾顆羊 很愛說話齁 但是很兇 老師對我說什麼 爸爸不要這樣 爸爸不要這樣 到底要哪一樣 如果你覺得現在的生活比較好 比較輕鬆比較自在 那你就要選擇現在的生活嘛 人嗎 要不自由 每個真實故事就好像人生的紀錄片 平凡卻又深刻 看完之後不要只覺得台上的演員 好痛 好可憐 他們經歷過這些 希望他們也可以回去想想他們自己的人生 其實這個世界上跟他們一樣的人很多 所以你有的痛苦 你不是一個人承受 大家都在努力面對 大開劇團用故事帶領觀眾重新思考 每個人該如何面對自己 好好的說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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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